观众朋友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33 在下面的时间里呢 来自世博商务GPOS公司的Jerry将走进我们的节目 给您介绍有关信用卡转账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 观众朋友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邀请到了世博商务GPOS的Jerry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聊聊他们公司的一些业务啊 以及呢 跟他们公司业务相关的一些话题 Jerry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周干 TV33的观众们大家好 Jerry我们都知道这个世博商务GPOS公司啊 应该说现在呢 很多朋友啊都非常了解了 我们都知道 主要是做一些财务管理啊 这方面的一些开发的一些工作 很多的这个华人的商家呢 也都在运用这个你们所开发的一些软件 那么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务 你们是不是还有其他像编程啊 其他的一些服务呢 对对 我们主要是开发这些商业上面的这个管理软件 然后包括你看你们到各个超市去收银啊 这些收银台啊 这些软件都是我们在提供的 同时呢 我们也提供这个POS机器 那么最近大家市面上都用的POS机器 也都是我们提供的 那么就说呢 现在呢 我们在外出购物的时候 其实都在使用你们的一个GPOS提供的一个技术了啊 那么是除了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 除了你们所提供的这个商业的APPOS机啊 这些财务管理的这样的一些软件的开发之外呢 是不是在其他的软件开发上 也是在不断的在推广呢 对对对 我们也在那个苹果上面开发这个软件 就是大家可以上苹果的那个Apple Store上面 就可以下载一些应用的软件 就比如说包括我们最近正在跟你们FM90.6 准备开始做的 就是大家到苹果上下载一个软件 就可以收听你们的这个节目 同时呢 我们也在苹果上这个开发这些什么库存啊 点库啊 包括一些那个比如说到餐厅里面 用那个iPad去点菜啊 这些都是在苹果上面开发的 那么就相关的这个你们开发系 是不是已经在一些您说的这个 比如说iPad点菜啊 或者其他的像这种购物的软件 是不是已经在有些已经在商家在使用了呢 对对 很多我们在餐厅啊 用iPad点菜 用苹果点库啊 就是大家都已经在开始使用了 这个苹果的开发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 大家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 一个开发的一个环境 因为苹果手机 现在大家人手一个 所以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就是说只要有苹果手机 还有iPad的话 可以实现很多很多的这个 非常便捷的一些 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一定要有你这个相关的 一定有我们相关的软件 那么你们现在开发了有大概有多少了 这样的软件 我们这种软件大概开发的有七八个 七八个啊 就是不同的这种商家使用的这开发软件 那么他们可以下载就可以用 但是好处就是说 因为苹果大家都是公共的平台 大家上去下载一下就可以使用 其实就是非常方便 那这个下载是不要付费的呢 呃我们目前是不要不需要付费 啊不需要 因为当然我们也可以定一个价格在上面 但是目前是不需要付费 但是我们要跟苹果的平台 交付那个开发的费用 啊 那么比如说我商家想 比如说要开发一个 iPad的这个点菜系统 他需要下载这个是不是也需要付费 还是不也是免费 不需要免费的啊 那么如果想了解这个软件啊 一些商家听了这个介入介绍之后呢 也可以跟你们取得联系 因为他也是他不太了解 对对对 怎么下载啊 怎么使用啊 你们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培训 对没错 嗯可以说呢 也是为商家呀 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让我们点菜呢 告别了那种啊 手写 呃然后呢 再传进去的这样的一种 传统的一种方式了 对对对 完全可以现代化了 对对对 所以现在的技术呢 更新的很快 对对对 包括你看你们最近看到 那个超速去买东西 有时候那个威萨卡 一照一下 嗯啊就不需要签名 对我也听到我的朋友说啊 他们就是好像有这种 叫PayPass的这样的 对对 信用卡 对对对 然后上一照就行 但是他们也感觉很困惑 就是有时候呢 钱包呢 就是说还没拿了 或者说他没付呢 就已经因为一划呢 他已经又付了一次 对对对 能不能给今天利用 这样的一个时间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介绍一下 对对对 朱干你这个问题呢 提的这个非常好 嗯 我想问你一个小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 微傻公司会这么做吗 会觉得是不是 不安全 嗯 每个人拿着不同卡就可以 对 如果就是说 如果遗失了以后 怎么办 OK 那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在那个银行 跟那个威萨卡公司 他们被盗用的 这个卡 主要是来自于复制 复制 就是说你的卡一刷的时候 有些机器在后头 就把你的密码 银行账号信息取走了 所以我们从原来的 早期的刷卡 变成了芯片卡 就是要 到现在又升级着一个 就是不用接触的 非接触的 最大的银行的benefit 就是这种卡 不能复制的 嗯 银行所丢失的钱呢 并不是说 被盗用这个 比如说你的威萨卡丢啊 或者说被别人使用啊 这种损失还是少量的 嗯 它最大的损失是复制卡 啊 这个你的卡被复制了 嗯 你不知道你丢了 对对 结果这个卡在海外 在各个地方在使用 嗯 银行这块的损失是很大 所以现在呢 他们有个新的技术出来了 就是这个pay wave的一个东西 那么对我们使用者来说 那有时候他比如说 呃刚才我提到的 我有朋友就是 比如他已经 呃照了一下 已经过了 然后他就放在钱包里 不小心呢 又又来一次 那么这种情况 他会不会配两次呢 对不会 这是不太可能 第一呢 他这个接触的距离 大概也就是两三公分的距离 啊 所以你的卡 必须要在那个机器上面 很快的照一下 嗯 很近的距离照一下 嗯 才可以 你说有的人说 哎我通过那个checkout 走过去就照掉了 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嗯 另外一个呢 就是银行 他对你对保护这个消费者的 你假设你的卡今天丢了 被别人用了 对 你人家用你这个卡去消费了 嗯 这个钱也不用你来出 嗯 是银行来承担这个费用 嗯 当然你在 在规定的那个时间之内 你要去报私 嗯 这个是银行承担这个损失 对 那是80块以下呢 是不需要刷密码的 嗯 但是80块以上 你需要输密码 那怎么说呢 就是他照了一下以后 照了一下他会按你那个密码 哦 他会显示出来 会显示出来的 然后你必须地清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准确性速度呢 会非常的快 嗯 就大家在这个技术上面 一个一个提高 所以消费者可以完全 大胆地放心地去使用 嗯 因为以前的那个磁条卡 或者芯片卡 常常会出现一些 读不出来啦 嗯 或者说有问题 机器有问题啦 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很着急 在那里读不出来 现在呢 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所以让那 那生活变得更加便捷 嗯 那么据您了解 像很多这样的威萨卡 我们所使用的 是不是这些老的 都可以免费地去更换 这种卡呢 可以 现在银行呢 大家新的威萨卡都有 你们要看到那个标志 上面有写上一个pay wave 啊 pay wave 啊 或者就 或者就pay pass 嗯 在信任卡上都有这个标记 有这个标记 然后你同时要看 商家那个 Airpods机器 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功能 有的可能还没有提供 有的还没有 对对对 没有的话 可能现在尽快要要更新了 嗯 因为现在呢 还有一个我顺便提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商家呢 大家大家知道 以前的Airpods机器 可以用那么五年六年 嗯 都没有问题 啊 现在这个就是 还这个切 切这个这个Airpods卡 所以技术以后呢 会每年会再更新 啊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到时候会说 哎呀为什么我去年买Airpods机器 去年就不能用了呀 嗯 对 那么它的软件的技术 不断地更新 大概以后 二零一四年以后就会每年更新软件 嗯 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啊 提醒商家 提醒商家 如果有可能呢 你就最好是去租用这个Airpods机器 啊 不要自己去买 嗯 你买了以后呢 到时候软件升级就会存在一些问题 嗯 另外一个呢 现在这个我们纽线上最大的一个那个 那个Payment公司叫Paymart 对 这家公司呢 拥有有些人大概百分之八十的这个 所有的Airpods transaction 嗯 那现在呢 他们推出一些授权的一些Dealer 嗯 授权的一些Credit的这个这个Dealer 通过这些公司去租这些Airpods机器 你就比较会有这个有保障 嗯 比较有这个 现在到网站上就可以看Paymart那个系统里面都可以 那我们很荣幸 我们GPOP事故商务也是那个Paymart的授权的一个 一个Dealer 一个Dealer 那同时当然也有几个华人的商家在上面 嗯 那也就是说 呃 商家如果想 呃 就您说的 如果想使用这个Airpods 就像像你们这个GPOP事来租用就可以了 对对对 就是非常的方便 对对对 啊 就是你就免了就是买了以后呢 因为软件更新之后呢 他这个买了以后他又不第二年又不能使用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对 因为他的技术在更新 对 现在就是技术更新太快 嗯 因为他这个 就是说这个环道和道这两个是一直在 就像我们病毒跟环病毒一样的 他一直在 一直在两个在在在在看真的 啊 所以他有些你你有新的技术出来 他就有防盗的技术 嗯 那么防盗就再来 再有一个新的技术 所以不断的大家在更新 所以变得这几年说变得非常非常的快 嗯 所以不像以前以前Airpods用 多少年都没问题 对对 现在就不一样 那么你刚才呢 就是呃 Jerry你还讲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 是只是信用卡 那么一般的像我们不是信用卡的话 那个代表的卡的这样子的 就是Airpods 其实刷的卡 是不是也呢 也有这样的能够照一下的呢 只是维萨卡 啊 只是维萨卡啊 这个只居兴于在这个信用卡上面 啊 对其他的apps不能是找不了的 啊 对呃 只能是这样的 只能是信用卡 嗯 那么最后呢 是不是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 在嗯 把你们世博商务及Pos这个电话号码告诉我们的一些朋友 特别一些商家 今天呢 有几个好重要的一个信息 比如你们可以提供一个iPad的这个苹果的这个点菜的系统啊 等等啊 很多的这种购物的系统啊 这是一个 还有呢 像这个租用appos 其可能的一些朋友呢 还不是来了解你们的联系号码 对对对对 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的公司的电话呢 是096232176 6232176 我们公司呢 是在满一等啊 如果有什么任何这方面的商务上面的问题呢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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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